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最终张信哲太一的哲太厉害的组合 通过竞演脱颖而出 获得了两轮综合排名第一的战绩 而容索西琳娜高地第一组的组合 钟正涛冯提莫的中国风组合 则分获第二第三名战绩 从演出效果和专业角度来看 这场比赛经验遗憾并存 三组选手各有闪光点也都各有不足 例如钟正涛的笨拙舞姿 张信哲rap歌词射显过关 都是专业舞台所不应该出现的瑕疵 而他们演绎金曲的能力 对比第一级歌手的表现来看 确实有些乏善可陈 距离联手打造经典目标也是更加遥远了 节目中反倒是前辈歌手和新生歌手 对待音乐的态度反差太过于鲜明 张信哲力气风范 谢琳娜一刚有些浇惯了 太一则是过于自我了 情商实在是有些低端了 近眼前的两位实力唱将 音乐召集人谭永林李健率先登场 合作演绎歌曲水中传奇 顿时燃炸全场 也为整场的比赛开了好头 歌曲终了谭永林解释 林李之间组合名称的时候 既其所说的 音乐圈就像是大家庭林李一样和谐 歌手要和谐相处 公平竞争等话语 让出了权威音乐人应该有的境界和追求 而在排练和比赛的过程中 前辈歌手张信哲对待音乐的认真 求真和谦虚的态度 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在与太一练合唱的歌曲的时候 张信哲非常注重舞台的细节 光是对视的眼神 他就尝试和练习了无数遍 怎奈太一过于自我陶醉完全忽略了身旁巨星 在演唱《太小爱你》之后 张信哲居然走错了舒适圈 尝试演艺曲风格格不入的 像暗杀似的 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 节目中前辈歌手学唱演艺新生的歌手作品 张信哲虚怀肉骨的态度更值得点赞 而这首歌名永长怪异的歌曲 rap歌词更是又长又二口 但是张信哲却是认真的背技练习 俩人演唱的时候更是惊艳燃炸相得一张 对比张信哲认真敬业态度 新生歌手希琳娜高 则是显得有些慵懒了 浇灌了 在与荣佐拍摄战队合照的时候 希琳称自己是职业假象很厉害 并真的摆出了应付笑容 而在彩排歌曲小小的过程当中 当工作人员提醒希琳要与荣佐 多些眼神交流的时候 她更是直言 自己不敢看荣佐 因为歌词太长 她要始终盯着提词器 显然张信哲的歌词更长更难背 却在彩排前认真准备 而相对来说希琳的歌词更容易被记 更何况又是和前辈荣佐的首度红台 理应做足功课 彩排的时候还看听词器 实属不该呀 而歌手太一虽然有才华有特点 但是却过度自我了 情商值再是太低了 彩排和演出的时候 太一始终沉积在一个人的音乐里面 无视身旁的张信哲 眼神交流问题 自始至终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而当主持人林海追问太一 你记到这首歌应该做了一下功课吧 哲哥这首歌是哪一年的歌呢 太一居然回答不上来 后来在观众的提示之下才勉强输退了时间 和前辈歌手合作 张信哲又并非是无名小卒 却被太一忽视到如此的程度 只能够是让人觉得太一过于封闭 过于自我 情商更是不在线 我们的歌所唱到的理念呢 正是音乐的传承和跨代季的演绎 相比于前辈的歌者 新生的歌手们迫切需要强化的 或许正是认真谦虚和学习的态度吧 吃糕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